中国古代曾经有一个十分富裕的家族 这个家族的富裕历史长达四百余年 比任何一个朝代的寿命都长 这个家族就是远近闻名的河南拱义时的康氏家族 当时民间有一句话 专门用来形容康氏家族的富族 康家的马儿跑千里 不用吃别家的草 人行千里 地下尽是康家的良田 康氏家族鼎盛时期 良田亲情财富无数 富甲河南山东陕西三省 康百万庄园是康氏家族的标志性建筑 先后有十二代人在这个庄园生活 它跨越了明清和明国三个时期 有长达四百余年的居住历史 是中原三大观宅之一 而康百万这个称呼 是明星以来对中原活财神 康应葵家族的一个统称 康氏家族主要是通过水路交通 研业运输等事业发家 因为有人在朝中美观 所以经商十分顺利 而他的衰落与慈禧有着一定关系 八国联军清华时 慈禧被迫离清 康家当时给慈禧连续捐赠了两个一百万 完全是血中送炭 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 康家捐款过后便再难崛起 一直到康家第十八代家族去世 这个防华家族的成长消亡时 才最终落下帷幕 这个超级大罕奸 亲家荡产也要给日本买两架飞机 81岁枪毙时 还高呼这一辈子值了 他这样究竟是为了啥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 探秘历史原创视频 在下方菜单栏 往期风采中即可观看